欢迎回来 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 今天下午前往美国进行参访行程 在桃园机场出发前 他强调台美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对近日的会计法修法争议表示 希望行政院能够做出补救方案 以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下午3点半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来到桃园机场 准备展开访美之旅 对于台美关系 他强调彼此要维持良好的互动 台美关系是最最重要 而对于整个区域情势 美国和台湾都同样重视 这也是我们彼此要增加意见交换 彼此多一点了解 更进一步大家就相同的价值 共同努力来维持 至于出访前 朝野对会计法修法提复议的争议 苏贞昌表示 希望政院加快脚步 尽速提复议 现在都已经表达了歉意 就是把事情做好 是最好的道歉 现在还是希望 最重要的就是 行政院提出复议 让原本不符社会期待的立法 能够有补救 据民进党方面表示 美方即为关注民进党成立 中国事务委员会的相关情形 对国防政策蓝皮书 美方也很有兴趣 苏贞昌此行 主要是就台湾与周边情势 与美国政府官员 政党领袖交换意见 新台南地电视 虎树下蓝赵宇 台湾桃园报道